大家好 欢迎继续观看GARP和Angular加Express 实现了这样一个简易任务管理系统 这一系列课程 这一刻呢我们来到这一系列课程的第十一讲 也就是我们在UI方面的第二个功能点 我们的整体的一个UI布局 这个地方呢其实布局 怎么布局已经在我这个心中已经有这样一个预见了 但实际上呢要把它真正做到这个浏览器上 那我们还是需要一定的一个代码的 那在上一节课里面呢我们主要是做了什么呢 主要是做了这个登录里面的这些登录的一些框框 这些东西 那这节课呢我们就看哪些东西呢 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Blitzstrip框架 是这个CSS框架Blitzstrip 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固定的一个侧边栏 第三个是可移动下一个面板 这个可移动的面板的话 就有一点像这个WEN7这个操作系统里面的这样一个变迁 这样一个功能 好 这节课呢主要是做这三个东西 那为什么我们要选用一个CSS框架呢 因为在上一节课里面的话 我们真正自己去写这样一个CSS的话 是非常浪费时间的 而且呢也不容易很快做出一个东西出来 所以呢我们这儿还是选择一个框架来进行一个配合来进行做 好那我们还是来看到我们的具体的一个代码 好这个地方我们还是先把它跑起来 这个地方跑起来 其实我们可以在这里 我们可以新建一个东西出来 我们新建什么 新建一个GAP出来 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直接跑 好 当然 任务的话肯定就是我们的default这样一个任务 参数我们不需要 然后 确定 那这个时候我们直接点这个的时候 看一下 直接执行GAP default 这样子的话就能够把我们这个GAP跑起来 是非常不错的一种方式 好看一下已经跑起来了 当然这里有GAP错误这个我们就简单看一下就行了 看一下是哪个地方有问题呢 他说什么 他说是我们这个安格拉里面有一个 这种情况 还有我们这个安格拉里面的这个module是找不到的 这里很明显就是说我们这个安格拉出什么问题了 这来我们就暂时先不看它 我们先把我们本身的一个功能先给做起来 这个呢 可以先收起来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首先要引入我们这样一个blistrip 这个地方怎么做呢 当然我们可以 当然我们可以 还是要用我们这个bull这个工具来进行一个安装 所以呢我们就直接 instell boot stripe seave 好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把它给拿去下来 这个 好 拉下来之后我们很明显要在这个里面去建我们这样一个文件夹 所以呢我们先把它给建立好 当然了我们这个代码的话是要去从这边copy过来的 很多时候我们真正用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利用这个bull这样一个这样一个配置文件就已经能够可以了 但是呢 但是呢由于各种环境的一些影响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还是采用这样一个复制的一种方式 因为这个是不怎么容易变化的一个一个类型 一个东西 好 这个就只能先等着 好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完 好 已经下载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直接把它复制过来 注意到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考虑这三个dist下面这样这样一个内容把它复制到这边来就已经ok了 好 这边不用关注它 过来之后我们只需要引入 那么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需要改什么地方呢 注意看一下 这个地方就应该改我们的这个APP里面的什么呢 页面了 比如说这个index index html 首先这个里面的话它的内容页我们就应该怎么改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按照那个bree strip的一个用法去使用 怎么来用呢 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里面 它既然是有container 我们也可以给它加一个container 因为在bree strip里面就应该这样去用 这里呢我们就直接给它一个roll 然后呢 我们直接来用core 我们假设它就在这样一个多少份啊 三份 四份吧 我们把它四等分 这个时候 还有什么情况呢 一共12等分 我们把它分成这个 我们就在这里边来信我们的一个内容 也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登录 登录的话 实际上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去做呢 是panner 好panner default或者说info 当然这个里面就应该是panner 如果不好写 所以我们就直接给它拼出来 让它进行一个智能提示 cital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来写logan 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什么情况呢 咦 看一下 当我们新建一下内容 它自己就处理好了 好 那这个我们这样是不管它 我们就来看我们这个logan 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登录的话 那就可以再进行一个什么简化 好 既然登录框有了 那这个地方就一个什么呢 panel boarding 然后boarding里面放一个什么呢 form 当然 这里就应该是form group 其实呢 在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嵌套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我们的这样一个账户 好 比如说这种情况下看一下 好 账户就有了 同样的 密码也是一样的 密码也是一样的 当然这个地方叫password 好 这里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复杂了 我们就简单做这些就差不多了 第三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记住我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我们需要把它放在后面 我们看一下如果放 如果用这种形式去写 它展出了一个效果 是长什么样的 看一下 这样子结果是不太合适的 所以呢 记住我这个按钮是没有我们这样一个 我们contra 这样一个东西的 看一下 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像我们的一个 内容了 当然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 登录了 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采用什么呢 还可以用同样的 比如说我们登录只在4份 那我们还可以用这种做法来做 好 这边你看 好 好 这样子的话就显得比较清晰 当然 这个高度的话 我们还需要在这里做一个设置 比如说让它的这个外的死 变成百分之百 所以呢 这个地方我们还需要 或手动或什么去处理一下 才能把它进行一个占买 好 这边的东西我们不变 那我们还是先把我们这个 原本的两个属性先给它搬上去 好 保存一下 再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效果 好 我们这个登录就已经变大了 好 所以这样子的话 就已经说我们大概需要的一个样子了 当然 这个我们最好是一次性复制过来 因为是一样的内容 注意看 那为什么我们这边直接就有了这样一个效果呢 因为我们还没有引入我们的这样一个CSS 那为什么就有了呢 这个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 注意看 已经自动就把我们这个BulletStrip的一个样式给引入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构建的这个功能 看一下 是把所有的这个CSS打包 打包好之后 进行压缩压缩好之后 连接成一个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能够变成能够用起来的一个原因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登录 好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又出现了 当然这个的话也有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合并的地方出现了什么问题 导致了它这边 有这样一个错误 这个地方怎么验证呢 我们就只需要把这个这一块这个步骤给省略掉 当然我们是Coffee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注释掉 注释掉之后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重新起一次 好等着 这次再看有没有错 好没有错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登录框 当然我们还要把最后一点东西给加上去 当然了这个地方我们换一个行来做 当然了这个地方我们换一个行来做 好看一下 好看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这个字体稍微变小一点就好了 所以说是没什么影响的 我们在这个CSS里面进行一些处理就好 看一下这些我们都是不要的 因为没什么具体的一个用处 这个地方呢我们给它设置一个内容 设置一个东西叫什么呢 想一下 gblogan tip box 这是它的话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可以让它的funky size 变小一点 这里我们再稍微动一动 既然它有这样一个高度 我们把它和这个我们的Button这个高度设置成一致 那这样子的话它就能够进行一个对齐 看一下 那么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了 当然最终我们再把整个的一个容器给它往下挤一点点就好了 比如说我们给它设置为loganbox 当然那么这里就还有一个叫loganbox margin top 给它一个50吧 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一个登录就完完整正的出来了 当然注册也就切到我们的这个注册页面去 由于这两个比较类似的话我们同样的规矩 直接把它复制到那边去 就把上节课的内容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改写 这个是上节课里面做的不太好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要先把它处理一下 当然我们这个框也就多了一个了 来补ince 你感觉FE 一起回去 吧 也可以 至少 这个地方呢 跑到什么呢 logan里面去 就是我们的一个登录 当然我们这个logan里面的这个dologan 也是需要来进行一个改变的 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地面的一个切换 当我们登录成功之后 我们应该去哪儿去呢 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看一下了 当我们登录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有可能会登录成功 登录成功之后 我们就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地方就要涉及到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路由的 这个路径的这样一个服务了 就叫我们的location 这个地方我们就应该怎么做呢 location.path 我们要调整的一个路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index 或者说我们的一个根目录 然后执行一个replace 强制调整过去 好看一下 当我们刷新 然后点击登录的时候 就跳到我们这个index页面 那这个index页面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呢 这里我们就需要涉及到一个路由的一个配置了 当我们进入index的时候 或者空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需要做什么呢 就需要配置我们的这个template url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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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内容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填出来 index index.html index 当然这边东西我们也是需要有的 所以呢 这种重复的工作 我们就直接通过复制这种方式来把它先简单实现一下 ok 那这个时候跑起来的是什么效果呢 看一下又开始报错了 是不错 就是我们的这个controller没有定义 是在哪个地方呢 是在我们这个里面的 注意看 我们这好像写错了 注意看 注意看 我们是在哪个地方写错了 当我们这个写一个的时候我们这儿有写是错的 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地方是没错的 所以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重新保存一次 让他帮我们再编译一下 好 看一下做了个A 所以说我们这个编译的还是不对 好 没问题了 登录 注意了 现在是不是就已经跑到我们这个index这个页面来了 但是注意 但是有一个情况啊 这个地方我们这个有一个容器是container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边应该怎么来控制这个事情呢 我们注意了 这个地方 看一下 当我们运用这样一个样式的时候 这个应该是错的 当我们在这里使用container 好 出不来了 我们换一个地方看能不能出来 好 这个这样一个样式的时候 那它是什么效果呢 这个页面有点多 比较混 这个时候我们就 关掉 重新来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登录页面和这个注册页面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所以呢 但是我们当我们点击登录之后 注意看呢 它这边的一个容器的话就比较大了 它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容器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做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了 另外如果我们给它写错 看一下 那效果更好 那么直接就没有样式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变化 还有一个变化 当我们仅仅是在登录的时候 和登录和注册的时候 才会有这样一个class 如果是其他情况的话 它没有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需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需要一个叫ng class 什么情况呢 就是我们这个container 它是有条件的 它是有条件的 什么时候才有呢 当它什么呢 当它什么呢 很明显 很明显 我们可以是 我们可以在哪个地方复制 我们可以在 这个index controller里面去复制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个地方 再引入一个对象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边学起来比较陌生 因为这里面呢 其实是有一个断层的 就是我们这个aglan的一个知识的话 大家可能是没有什么基础的 所以呢 在这块的话 可能就比较吃力 但是我们这可以先把它做出来 然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看一下 这样是不是就出来了 在最外面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有没有出现 我们的container 没有 既然这里没有container 没用的话 那我们直接不要算了 反正它也不影响我们这个使用 好吧 那我们直接这不要了 其实这个scope 其实也就是我们最外层的这个scope 这先写一个站位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告诉我们的 这边的一个内容 看一下 Bluistrip这一块 我们已经引入成功了 那现在我们成什么呢 固定的一个侧边栏 还有一个可移动的面板 这个地方 我要做这个侧 侧边栏的话 我是在哪做呢 我们 我是想在 右边这样一个区域 这个 这个右边这个区域 固定一个侧边栏出来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什么呢 首先还是我们这样一个DLV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就需要有左右两个 为了让它有一个一定的一个 方向性的话 我们就放在内部 Slide Right 右边栏 然后左边呢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容器了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管了 就是一个容器 好 所以现在呢 我们要对这个 Slide Right 进行一个 样式的一个编写 其实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的样式应该写在哪 那我们可以写在这个里面 也可以写在这里 统一管理 在这儿呢 我就直接写在我们这边 CSS这个物录下 SlideRight 这个呢我们给它稍微弄大一点 300px这样一个边栏 为了让这个边栏进行一个 位置的一个填充的话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给它的一个position 设置为fix 然后让它的四个方向 全部为0 然后让它不是四个方向 是top为0 然后 bottom为0 然后我们的 上下已经为0了 那我们在右边 让它为0 那现在 我们看一下 这位没有内容 有没有什么边框看不出来 我们先看一个border 为了展示一个内容 我们就先给它这么一些东西 看一下有没有出来 从这儿可以看出 我们这边的内容 还没有变化 看一下我们有没有改错 没有 那就是这边 重新启动一下 好看一下我们这边侧边栏已经有了 那现在我们要做的可能就是把这个侧边栏定位 看一下我们不管怎么变化 它这个 它的一个位置 都是固定的 好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只需要把左边这个区域给处理好就行了 那 左边这个区呢 就是这里 我们还是用panel来实现内容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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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ding task1 然后就有一个什么呢 然后就有一个什么呢 panel body 好 注意了 这个地方的一个的话 它没有一个宽度的一个限制 所以导致它呢 把我们这边 通通的给进行了一个挤压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给它定一个容器 然后让它只能在这个内部进行一个变化 所以这边呢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宽度 看一下 现在的话它就已经只能在我们的这个内部了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是有一点问题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panel是一个整体 那我就要把它放在内部这样一个区域内 看一下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panel 我们待会要做的就是进行把它进行一个拖动 可以任意的在这个面板里面进行一个拖 好 这节课呢 其实没有涉及到多少一个安格拉的一个指示 只是把我们的这个登录和注册这两个页面呢 就变成了我们的这样一个bree strip的一个页面 然后呢 进入了我们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主界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主界面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 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已经在 呃 我们的这个系统功能里面 已经有这样一个图 看一下 那边的一个设计的话大概是这种情况的 就是说我们 这边有一个操作栏 现在我们操作栏有了 然后task栏也已经有了 当然我们这个task这样一个位置 现在还不太对 那么这个呢 就我们在下几课里面去进行一些调整 就能够完成的 好 这几课完之后我们离目标又进了一步了 再来看一下 登录 好 这几课呢就先到这儿 我们就下几课再见 再见